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 香港有13000人走上街头参加反暴力游行 不过目前明报前总编辑刘靖图遭袭的真相还没有大白 专家忧心香港新闻自由为代 明报前总编辑刘靖图受袭击短短的数日内 已接连发生数件大事件 包括李嘉诚接连两日高调见记者 云南昆明发生类似刘靖图受袭的刀手斩人流血死亡事件 中南海搏击持续升温 许多港人对近年多宗针对传媒行凶暴力事件 至今没有破案感到愤怒 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明表示 香港新闻自由一直被中共压迫 游行现场 明报员工都不愿和新上任的首席执行总编辑 钟天祥一起同步 钟天祥被揭露是参与薄熙来政变的博党人士 据大纪元报道 来自曾在中共广东省安全部门工作的消息人士称 今次中共江派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对香港的黑道手法 已引起习近平阵营的震怒 习近平已要求尽快破案 并迅速向外释放曾庆红被禁止出国看儿子等消息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所有人都没有人门工作的压力 都没有人门工作的压力 能度工作的压力 有人门工作的压力 人门工作的压力 感谢观看